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它皮有點厚 蜂蜜香真的沒有到很重 但大部分還是蒜香 可是吃的感覺都很適合 至少我們吃到完整個塊錢 它的肉質還是蠻嫩的 可是我覺得吃幾口之後呢 就會感覺有點膩了 它的蕎麥給的非常足 天啊 好好吃喔 第一個是它的培茶香 非常的濃郁 但又不會苦 培茶搭蕎麥真的是絕配 哈囉大家好我是米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麥當勞在做 昨天推出的新品 蜂蜜洋釀含風炸雞腿 這次麥當勞還加碼推出了一個新口味的冰雪風 蕎麥配茶冰雪風 做到這個蜂蜜炸雞呢 也還是給予它蠻高的期待的 那接著說到蕎麥冰雪風呢 應該也會是好吃的 因為我們上次呢 有開箱這個米客下的培茶冰沙 印象中好像給到了8.5還是9分的高分吧 加在冰雪風裡面呢 還有搭配上這個蕎麥的口感 絕對是不會難吃的啦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趕快去點餐吧 那我們的餐點來啦 看到去的話呢 這韓風炸雞腿還蠻大盒的耶 大概呢 都我們的手掌一樣長 這邊呢我們來看看它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這份量呢 我覺得跟一般我們點的炸雞腿套餐呢 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個腿排 然後還有一隻雞腿這樣 一打開之後呢就有聞到濃濃的蒜香 那有一點帶一點甜味 我可以看到它整隻雞腿上面呢 都滿滿的醬汁 這個醬汁甚至是會滴的那種 我們馬上來吃看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它皮有點厚 那我們剛剛咬了很大口之後呢 還完全沒有吃到肉的部分 蜂蜜香真的沒有到很重 但大部分還是蒜香 不過帶有蜂蜜的甜味 整體上來說呢 如果你是可以吃鹹甜的人 那我覺得會喜歡 那我們再搭配它的肉一起吃吃看 我吃的感覺都是適合 至少我們吃到了這間飯 它的肉質還是滿嫩的 它原本皮的那個甜味 還有帶有蒜香的香味先進來 接著你就會吃到肉質它原本的鮮味 那我覺得這個皮其實對於肉來說呢 是加分的 因為它的甜呢 會讓肉質的那個鮮甜度 又再更提升了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吃雞口之後呢 就會感覺有點膩了 因為它的醬汁給的實在太多了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吃到 肥腦非常的多 可能吃一隻雞腿就差不多了 它就是適合嘗鮮啦 一開始吃第一口 就會覺得非常好吃 因為它畢竟有鮮甜的味道嘛 然後再加上它肉質原本的口感 如果不要吃第二口 可能會給到滿高分的 但它的缺點就在於 它的醬汁給到太多了 然後本來是脆皮嘛 那因為加上蜜汁的部分 大概放個五分鐘之後呢 它的皮就會軟掉了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蜂蜜炸雞啊 它一個套餐 如果你是搭配一般的中暑加可樂的話呢 190米 所以以麥當勞的套餐來說 不算是一般套餐的價格 你可以揪一個好友 然後你們兩個一起點一個套餐 覺得這個份量才會是剛剛好的 這個雞腿給到個... 8分吧 接著呢我們要來去點冰旋風 剛剛沒有點因為有冰旋風 在我們介紹的同時呢就已經融化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看我們去點冰旋風來吃吧 好啦 我們的冰旋風來啦 首先呢 第一個要跟大家說的是 它的蕎麥給的非常足 上面基本上一整層 全部都是蕎麥的顆粒 等等呢 應該是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蕎麥 這一點呢是要給予鼓勵的 那接著呢看到它冰體的部分 呈現一個淡淡的核色 我覺得跟培茶的顏色是有像的 只不過呢 明顯淡了 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它的培茶粉呢 可能沒有加到很多 那至於吃起來呢 會不會有很重的培茶味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試看吧 天啊 好好吃喔 這個它可以算是我吃過的冰旋風裡面 口味數一數二好吃的 第一個是它的培茶香 非常的濃郁 但又不會苦 第二個呢是搭配上蕎麥的顆粒感 讓你在吃整個冰旋風的同時呢 口感上又會有點不一樣的粉質 培茶的香氣會先進來 咬一咬一咬 把那個蕎麥咬開了之後呢 又會有蕎麥的香氣 加進來 培茶搭蕎麥真的是絕配 而且整體吃下來呢 你也不會覺得太黏膩 因為像是前一陣子出的 生油牛奶糖的 冰旋風就稍微有點偏甜膩了 那這個培茶的部分呢 它還是算比較清爽的口味 我覺得那個蕎麥還是稍微有解膩的功用 吃完一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覺得這個冰旋風呢 比起蜂蜜炸雞 要讓我紀念的太多太多了 這個口味的冰旋風 我要給到它 那真的真的 9.8顆星 真的太完美了 一定要來試吃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以今天這兩個新品來說啊 蜂蜜炸雞呢 算是比較一般一點 不過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差啦 看到有些人已經先來試吃了 原價都是超難吃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該至於吧 那我自己吃完之後呢 是覺得真的沒有那麼差啦 算是可以來整個先看看的 接著說到冰旋風的部分 就真的是我吃到現在 我個人覺得最好吃的一種口味了 所以冰旋風呢 我倒是很推薦大家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我推薦 只要你是喜歡吃蛋捲冰淇淋 或者是冰旋風的人 絕對絕對絕對 要來嘗試這個新口味 這樣再次收拾一下 有都在收拾一下 他們把錢拿到